你住的是違建嗎 竹科工程師最新打招呼方式 新竹市政府今天會刊遭蘋果踢爆的竹科違建城 初步規劃目前先拆除還在新建中的違建 至於已經建好並有住戶的部分 會針對違建加蓋的樓層實施斷水斷電 針對目前正在施工中的違建築 優先來做拆除的這樣的處理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階段 我們會有計劃性的 有階段性、有專案性的來做 比較有效率的處理 包括譬如說斷酒斷電 甚至移送法辦 薪水三萬多買不起房子 只好租在公司附近 許多竹科工程師為了上班方便 都選擇住在這裡 這兩天不少人都擔心要搬家 你住的是違建嗎 已經變成新興的打招呼方式 有的工程師已經預繳了半年的房租和押金 也有人打電話去問房東自己住的地方是否違建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劉俊秀也表示 樓高超標是件很危險的事情 旁邊三層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那新竹市政府其實 他應該是到了三層變十層 不是三層變四層 他一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如果新竹市府要拆屋 別忘了隔壁縣市可是有個拆屋高手呢 直視中新聞 閃開讓專業的來 報導